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PO公民新聞報 如果你家旁邊住了惡靈居 該怎麼辦呢 桃園縣關香倫平村的村民 最近就團結起來 終於發揮了力量 讓一家不斷發出惡臭的工廠 在壓力下決定簽場 關香倫平村第九林 十幾年前來了一家 製造膠帶的大核膠帶科技公司 由於生產過程中 時常散放惡臭 導致附近村民因此晕眩 嘔吐 甚至近幾年 已經有三位村民相繼死於肺癌 讓村民終於覺醒 並團結起來 對這種惡靈說 NO 人們都不肯住 好像會窒息 嘔吐 頭會陰這樣子 這樣嗎 然後沒有風的時候 南風的時候 礦礦就不會滾 南風的時候 礦礦也很好 當初我們買這個房子 就是說礦礦也很好 空氣也很好 這通路都不能開 陛下公廈滾出去 太陽大人滾出去 在村民長及熱心人士 幾年來的通報 陳情多管齐下的努力之下 12月3日上午10點 縣府各級處到場聯合會刊 由環保局警察員 擔任協調工作 業者在官員明代 和憤怒的群眾面前 忠於承諾 將於明年3月底 停工官場 不過公民記者告訴我們說 這一家產生惡臭的工廠 雖然搬離了倫平村 但據說只是要搬到 隔壁鄉的某個村 恐怕公害問題 只是換個地方繼續上演 但環境污染 可不能夠只看一時 像在嘉義的牛丑溪 多年前也埋在河岸邊的垃圾 因為被颱風吹襲 原本埋在里層的垃圾 外露了出來 讓參與河川巡守的小志工 忍不住對政府發出質疑 這一個地方找出 專線的垃圾掩埋的產域 它沿著河岸 我們可以看到 它現在被凡大比颱風衝開以後 它是一層一層一層的掩埋 換句話說 它埋大概一定厚度的時候 就會上面會鋪什麼 土對不對 沙子或土 然後再往上鋪 鋪什麼 鋪垃圾 所以它就像山明治有沒有 一層一層一層的往上鋪 牛丑溪這邊 感覺上好像被田根子草 覆蓋了好像都 回復原先所謂的自然的一個形態 但是當風災來的時候 沖開以後 沒有 我們可以發現裡面是什麼 很多根本就是 一百年後還沒有辦法腐爛的東西 第一個念頭是政府在幹嘛 什麼都沒有清 然後就算建了分化爐也是 就是把垃圾扔在裡面 這樣感覺很不負責任 印象 河川 沒有 這邊也有 那邊也有 那邊也有 那邊也都很想 長期關心牛丑 犧牲生態的公民記者 希望透過報導 讓更多人重視河川污染的問題 地方環境的問題 你可以置之不理 但還是可以選擇有所行動來改善 環境是所有人共有的 只有付出行動 才有變好的可能 希望您也能夠加入公民記者的行列 用鏡頭來守護環境 PayPal公民新聞報 我們下次見